接下来准备帮同学介绍重点四 平衡常数的计算 那这应该是平衡常数应用之中比较进阶的一个计算练习 这里我们帮大家整理比较常见的有第一个平衡常数正常大小的一个计算方式 第二个帮同学介绍平衡常数极大或是极小 那种极特殊状况它的计算方法 以及第三那特殊的碳酸钙的解力平衡 那它的一个相关概念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 立体一平衡常数正常大小的计算问题 在727度C的时候将4m的氨气放在密闭容器之内 那使之发生诱列的反应 那就是氨分解产生氮气加氢气 达平衡时氨的分解率假设是50% 请同学求出平衡常数KC值有多少 请大家思考之后再做回答 接下来准备帮同学介绍这一集的解答 那首先把这个平衡方程式列出来 那题目刚开始告诉我们氨它的浓度是4m 那后面两个部分都还没有 接下来题目告诉我们它的分解率有50% 那就是用掉4乘上50%也就是4乘上0.5 那左边是减2 系数比2比1比3 所以右边产生1跟3 那这样的浓度 那最后在平衡之后呢 氨气它的浓度是2m 氮气1那氢气是3m 那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平衡浓度 那去计算平衡常数 那KC代表是浓度平衡常数 所以右边的一个浓度的成绩 除上左边反应物的成绩 那就可以得到平衡常数就是6.75 所以同学只要有了平衡浓度 那就可以去计算它的平衡常数 那反之有了平衡常数 也可以去逆推它的平衡浓度 那这是第一种类型 接下来帮同学介绍第二种 比较特殊的平衡常数 极大或极小的计算 在温度2000K的时候 臭氧产生氧气 它的平衡常数KP 是4.17x10的14次方 在10升热容器之中 加入0.1m的臭氧 则搭乘平衡时 容器中的氧气的分压 为多少的大气压 我们可以从题目看到 平衡常数KP 4.17x10的14次方 这种天文数字的大 那我们就要思考 这个反应应该倾向右方还是左方 那平衡常数极大 代表反应极度向右 那这个几乎是反应物 完全用完产生产物 这样的一个概念 了解这些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题的解答 那首先基于理想气体方程式 PB等NRT 那我们想算出 它抽氧它的压力有多少 那抽氧的压力呢 乘上体积 那等于是磨数0.1 这是题目讲的0.1磨 那乘上R是0.082 温度呢是2000K 那这边我们把单位全部列出来 那其实是帮同学在复习 那从前气体学过这个概念 从这里我们可以计算出 那这种准氧它的压力呢是1.64个大气压 接下来我们就写出它的平衡反应式 反应之前呢 准氧1.64个大气压 那氧气呢是没有 那再来由于K值极大 所以这边有个很特殊的假设是 先假设反应完全向右 让准氧完全用完 那氧气呢产生跟它的系数比就是2比3 那这正常的平衡的计算 我们不能让有一边是0 但这种K值极大 那就是反应极度倾向右方 所以我们的反应物就假设它先用完变成0 那这时候呢根据勒沙特列 反应右边多左边少 所以应该再往左边移动 所以假设少量向左 那为什么是少量向左呢 还是回到题目的原点 平衡常数极大 代表反应极度向右 所以从右向左这个X的数值呢 应该会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最后假设平衡时 各种物种的分压 那凑氧呢是2分之2X 氧气呢就是2.46扣掉X 那这个X因为K极小 所以我们就可以省略不计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算出 氧气的分压应该就是2.46个大气压 所以本题是介绍K值极大的一个计算方式 先假设完全向右 再少量向左 那同学要掌握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接下一个类极二呢 是刚好不一样的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在某温度下 这个银氧的绰合物呢 它会解离产生银离子 再加上氨 那这个反应的偏常数KC 4乘10的-9 那取浓度0.2m的硝酸银 和浓度0.8m的氨 等体积混合 试问平衡时候 银离子它的浓度为多少 那么可以从题目看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这个平衡常数呢 超级小 那反应应该极度向左 那在题目给的这两物种 它等体积 那同学还记得吗 等体积物质的浓度应该减半 所以平衡常数很小 而且只给产物 所以这个反应呢 同学思考一下 应该是极度向左 还极度向右呢 请大家思考之后再回答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准备介绍这一题的解答 一样建议大家写出它的平衡反应式 以及平衡常数 那由于这个K值极小 所以反应该极度向左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 题目给的等体积 那物质的浓度减半 硝酸银解离 所以银离子的浓度呢 就是从硝酸银所提供 所以浓度减半变0.1 那氨水呢 从0.8变成0.4 这是刚开始的状况 再来K值极小 所以反应极度倾向左边 那我们就假设比较少的 限量试剂 A居正用完 这减0.1 系数1比2 所以安拉它用掉0.2 左边这个错合物 那加上0.1 所以最终我们可以得到 它一个平衡之前的状况 那就是银变成是0 银离子浓度是0 安拉是0.2 以及错合物呢 是0.1 那同学不要忘记了 平衡不能有人是0 尤其在这可逆反应之中 所以这反应应该要继续向右进行 那去让这个没有的东西 继续产生一些数量出来 所以假设左边减掉X 右边呢 产生X跟2X 这才是一个平衡之后 各物种浓度的一个状况 不过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由于这个K值极小 那代表反应极度向左 所以X比0.1来说极小 所以可以省略 那相同的右边这个2X 也可以省略 所以这里我们得到平衡的浓度 那跟平衡常数之间做一个关联 那最终我们可以算出这个X 那就是因地质的浓度 那就近数于是10的-8大M 所以我们介绍了类体2 这是一个平衡常数极小的问题 那要给你产物 所以反应该极度向左 然后再少量向右 所以立体跟类体2 就是介绍平衡常数极大或极小 同时要注意到它反应的倾向 然后再进行计算